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仔 乱咖啥 大家经常见到我 最多人问我就是 当年我被人偷车 打劫的事件 我都在不同的场合 都描述过当时的经历 以及究竟发生什么事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片子 你都知道 我当时是怎么样被人打劫 弄烂了什么 偷了我什么 我都有说过 不过有一件事我 skipped了 没说过 就是那件事发生之后的aftermath是什么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烂摊子 我当时是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所以今天就藉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touchroot 你有任何被人爆隔 弄粒 打劫 这么不幸发生这些事的话 发生了之后 你应该是做什么 以及是怎么做的 事不宜遲 我们马上去片 哈啰 大家好 又是我松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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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channel是说什么 我记得他经常都是暖的啊 那他的channel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 你少了个不怕就认真一点 刚才依然都是依然来的嘛 那又是啊 我很怕没有饭吃的嘛 哈哈哈 首先去记得一下 我们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 夜晚12点多钟 几个小时 经过我后花园 拨碎的玻璃 就进来 其中两三个拿着斧头 拿着刀 然后前面也有一个撞我前面的门 两边夹击 就是一个在后面 一个在前面 两边夹击 那么就逼了我卖墙 就问我拿锁匙 那么我就给他这个锁匙 他就走了 拿了两辆车撇了 那么但是 当你经浑定完之后 就是腾完之后 阵完之后 那么我第一个时间 反应做的那样东西 就是报警 那么这个是 大家都一定会做的 其实你报警之前 我已经报警了 打九九九 是吗 是啊 我报警之前 你已经报警了 我已经报警了 他已经和我讲话了 但是我还是再报 因为你一留下 我都留下了 那就是depend on 你被人打劫 那个情况有多严重 如果是没有 即时的生命危险 他是有机会 是不出现 或者是很迟才出现 我最近就有一个 律师朋友 就跟我说 他辆hybrid车 就被人偷了cat 是第二次被人偷cat 还要是同一辆车被人偷第二次 他都真是超级不幸 他派到家门口 那他晚上凌晨两三点 他在厅那里 听到外面的车 VVV响 那他就走出去 那他就见到 一人蒙着面 拿着士巴拿 你不要走过来啊 那样 就在那里偷 完全不理他 根本完全不理他 两次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他偷了之后 那我朋友就报警了 但是呢 警察是两个小时都没有出现 那他就再打电话 问 喂 为什么你没有出现的 哦 原来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呢 去到现场是见不到 有任何罪案发生着 那所以他就 人都走了 对了 抓过了 可能那个警察觉得 你已经cat死不能复生 都已经被人偷了 我来都没什么意义 所以是depend on他认为你当时 有没有任何的生命上的危险 会不会那个事件是 ongoing发生着 而去判断呢 他是会不会出来的 那所以呢 不是每一次你被人爆鸡 或者被人打劫呢 他都会立刻是马上派警察 警察这样出动 是未必的 那我那一次呢 因为尤其是 由于那一次是很violent 是非常之那么暴力的事件 很多武器 那宋太都说了 在我们 个案发的过程 他已经报警 那所以呢 警察当时的判断就是 这件事是安公刑发生着 还有机会捉到他 那所以警察呢 基本上15分钟左右 就已经来到了 OK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他走了之后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如果你是被人偷车的话呢 就好像我的情况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警察会问你 联络这个车的公司 或者是你本身有没有GPS 是可以跟到那辆车 因为我太饿了 那会看到 他即时的location在哪里 如果你那件事 发生的比较短时间 比如可能10分钟 20分钟 半个钟呢 你是有机会 当时就立刻有警察 可以去追到那辆车的 因为 因为他没有那么快 找到你那东西在哪里 那还有那些贼 通常会怎么样呢 他偷了你辆车 他不知道 你辆车里面 有没有GPS 他通常就会是将你辆车 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一晚放在那里 不动它 摊一下它 摊一下它先 24小时后摊凉了 都没有人去claim那辆车了 他知道那辆车应该是没有GPS 或者是没有人追到那辆车 他才开那辆车去那些body 那些chop shop也好 开上船也好 这些之后的事了 但是他会 他会放在那辆车 在摊冻一会儿 有很多人呢 就在一辆车 摊那辆车 对了 就是被人偷了之后 头那24个钟头 就是靠他摊那段时间 可能又被人发现了 刚才警察说 不知道头48个钟头 找到的找到 找不到就找不到 就像跟小朋友失踪一样 是啊 头24个钟 48个钟 是最有机会找的 如果那段时间找不回 那你就应该 这一生都不会见到他了 其实我们被人爆隔那一次 我是 听到你喊 然后我就走到楼梯上 就看到那个人看上来 然后就很害怕 跑回到我的房间 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字形 挡住楼梯 没有啊 你当时已经被他逼了 被他逼了 被他逼了 是啊 那我见到他 那我立刻跑回到房间 九秒九拿电话 开大个窗 大叫 然后跑回到 儿子的房间 阻止了他 然后就回答报警 然后才报警 我就进了他的房间 确实他想不到我 你在很短时间做了很多东西 是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有反应 那你有没有见到他 其实 我见到他 你见到他 你见到多少个 一个 你见到一个 在楼梯 其实是有三个 应该是你说高一点那个 因为矮那个应该是 已经进了去 扛住了我 是啊 是啊 我应该是高的那个 Anyway 因为那时候的车 是有GPS的 但是GPS是很低能的 就是在车里面按的 你是不是几百次呢 宝马那些设计 它是给你如果发生意外 OK 或者你在车里面需要 direction 哦 那个SOS 是啊 你按他 他就知道你的location 在哪里来 拯救你 就是你不按他就不知道了 是啊 喂 大哥啊 你设计那个人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愚蠢啊 你都知道这个 用这个东西的情况 多数都是被人偷的时候 你要找一辆车 你才用它 那么 宝马说不好意思啊 我们没有办法在外部 他没有权 他没有权 去做这件事 那么 我一会儿说 这个是几百次的一件事 Anyway 是啊 总之当时就不能复制 那个GPS 是看不到车去哪里的 嗯 那好了 那么 那么 那个警察唯有就跟我下口供啦 那么就进了来了 那么就拿着指和筆啦 那么就坐在那里 和我大概 爆了一条帘 后面那道门呢 那道Garden 那个French door呢 是两块玻璃是裂了的 我记得那些声是好像呢 开着了水喉声 因为那些玻璃不停滴下来 好像水喉声的 是吗 我经常以为是水喉声 我已经没有再深究那个声音了 我记得啊 那么 当时就是玻璃碎了 那整地都是啦 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清理了 那还有那些玻璃 晚上凌晨三点钟碎了 那找些什么地方去搞呢 那么当时我也不知道 老海一片空白 老实说 一报完警 落完口供 那么被人看着 对 被人看着 对 被人看完 根本是想不到应该做些什么 而且都没试过嘛 这个不是说你来了20年你就会知道 对啊 我来了20年 我很有经验 不是的 OK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 那时候就是松泰呢 就想起了我们当时是有这个Home Insurance 是啊 Home Insurance在英国呢 就不是一定compulsory要买的 你可以选择不买的 但是就是你at your own risk 是吧 那么通常你律师 完了那个completion都会建议你买 那其实Home Insurance主要是防你的那些 火灾啊 水灾啊 那个building的structure 但是那个玻璃呢 都是属于那个部分的 building的一部分的 那所以呢 呃 现缩公司其实有一些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你可以找人来呢 去replace个window 那但是因为当时凌晨三点钟呢 你就很难找人去replace个window 那所以呢 松泰呢就打了给现缩公司 就跟他说了发生了什么事 现缩公司呢 就他直接跟你contact 还是给他电话你去contact 他contact的 他去contact了一个 local local 专门呢 是block up这些窗的人 就是去找一块木板 就钉 钉在你那个france door 暂时先钉了一块木板 一大大块的那些 原来是有那么重的 那france door的那些玻璃 这个我真的猜不到 幸好那些玻璃不是进家的 要不然家里面的砖欄更糟糕 地砖啊 是啊 就是它是散出去外面 里面进来的那些是小粒的那些 他应该是用斧头砍下去 然后拉 那些玻璃就在外面 向外 对了 对了 但是呢 当时呢 我们做完这个 就是做完这个钉木板之后呢 我们都隔了差不多两个礼拜 才有人来帮我们换玻璃的 是啊 排了很久啊 排了很久啊 订阅也有一段时间 但是呢 呃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其实你有没有买验疏呢 跟你当时有没有人来钉木板呢 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 我们买了那个insurance呢 你去换玻璃呢 虽然它没有增加到下一年的premium 因为玻璃就不算是 它不算是那些structural claim的一部分 不算是 总之我们 subsidants那些machine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呢 它换玻璃是需要给钱底费的 嗯 which is 就是300磅 嗯 但是它来做那个钉木板的工序呢 都是300磅 都是300磅 是啊 没错 所以我们是没有省到任何钱的 那之后再去换那块玻璃的钱 都是我们给的 都是我们自己给的 都是我们自己给的 是啊 它只是包你emergency 这是 prolog 了那部出现 那一下而已 是啊 所以 其实呢 大家只需要Google 一些会 emergency 来帮你 晚上来 block那些window 的人 呢 就已经OK的了 其实你有没有那个现疏呢 那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它是要付墊底费 而那墊底费 其实刚好就是 他帮你block了那只window的价值 所以你是用它是完全没好处的 那这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那当然那一晚你就很难睡觉的了 就是由三点钟发生 到第二天七点钟八点钟 你都基本上睡不了觉的 所以那天第二天 是我记得是week day 那我们基本上是停了那天的工作 就是没有上班 没有上学 就是那一天是真的需要来疗伤 就是那些狗仔要舔舔伤口 不是不用上学的 那天不用上学的 但是我们是没有上班的 我们没有上班 因为我们那天是上不了班的 直接是就这样跟老板请假 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的心情是有点空白的 但第二天其实还有后续的 就是警察是有派到一些forensic的人 就是一些鑑证科的人 那他们来主要是要做一个掃指毛的行动 在门口在后门那里掃 前门又掃 对了 看下有没有脚印 在掃地上看有没有脚印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完全找不到任何东西的 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进过屋 就是上一次进屋就是叫的 是叫门 就没有痕跡的 而大家都是睡觉 是有发现他在屋里面 但是他就急急就冲到门口走了 没有confrontation 是的 完全没有跟他有接触的 那次都有派forensic来的 那次就是 他是小贼而已 我觉得那些是小贼 小偷 那这一次就只是大贼 很明显就是张志强的朋友 那他掃指毛那些呢 老实说 是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他掃完 他都不会找到东西 因为全部戴了手套 全部戴了头套 你不会认得他 那他之后做完forensic 其实有他旁边左右 看看哪里有camera的 他有的 他问旁边屋的 但是我们旁边屋 只是有个camera在外面 但是没有搏任何东西的 是一个dummy 所以是完全拍到的 有一家拍到的 拍到他向哪个方向走 那我们 因为我那家屋呢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所以其实拍到是没有意义的 他一定是向那边走的 那后面另一边是盡头 是挖头路来的 所以他走不了的 他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 所以其实那个forensic派出来 是有些多余的 他根本是 即是发挥不了他的功效 那之后呢 就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 我们要租车 嗯 因为那些小孩子上学 我们上班没有车用 第二天 第一时间就是 召售车 嗯 那就是租价最有 那么便宜的 那么便宜的 最便宜的 那些车 即是运作就可以了 是的 原因第一天便宜了 因为三四十磅一天 因为你始终都要买一辆车 来去避免他们 是 那也不想再被人搞 那就算不是我的车 你也不想他拍在那里 然后有人搞他的 我都不会走到租价保马回来 所以租价很便宜的 那之后呢 就大概都用了一个月时间 我才找到另外一辆车 即是买不下手 有些你又要做准备 又要想 又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总之就搞了一个月 我才买另一辆车 那辆车呢 都 又不是说很便宜的那些车 都十几万这样 十几万的车 十几千 那我开头那两个月 我是直接不敢去拍回家 我只是 把他拍到没有来工的 拍了十 十分钟的路 我才可以回到家 五至十分钟 每一日 风雨不改 早上送回学之前 我会走去走十分钟 去拿车 再回来接我的子女 都很一段时间 都很一段时间 我想有两三个月 最少 即是 直到我安装了一些闸 然后这个就完蛋 我才把车拍回家 在装杂之前 我也是没有把车拍回家 Anyway 这个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阴影 令到我们这样做 其次呢 就是当你要去 保险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因为呢 保险公司 是不会呢 茂茂然呢 就去 赔回那辆车的价钱 如果大家有看过 我教大家 买保险那条片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那辆车 是有差不多的价钱 也都不是那些旧车 比如可能 我那时候 买那些车 只有两三年车 也都 叫做中架车 保马那些 所以是有gap insurance的 大家知道 我是有 叫大家一定要买gap insurance 那我用处是什么呢 我之前也说过 也都再说一次 就是 你辆车 本身可能是值20万 是不是 两年之后 你被人打劫了 偷了 那当时的市价 不会是20万 可能只是值16万 那你就有4万 你硬捆 但是 喂 我如果不被人打劫 我不用捆那4万 因为我不想着 买那辆车 我都没有想着要去卖 我不会试的 就是等于你层楼 它不跌 我不卖 它跌也好 不跌也好 都不关我事 我住在里面 等于一辆车 我一边开 它跌不跌 升不升不升不关我事 但是当它硬要用一个value 套碎你的车的时候 你就会变少了4万 是啊 那4万 现缩公司是不会赔的 现缩公司 就算是现在全保 它只会赔 当时的车价值 是多少 剩下4万 就是由gap insurance 就是那个gap gap 就是那个difference 就是由你 当初买那辆车的价钱 和你辆车最后被人偷的市价 中间那辆 那辆车 就是gap insurance 所以是必须要买的 三百多磅 保利四五年 太旧的车 没有得买的 一定要是六七年内的车才有得买的 幸好当时我两辆车都有这个东西 第二辆车 甚至乎不是买的 是当时我们买车 去优惠送给我们 以前英国买车很多次送的 有tie insurance 是的 那辆车很高的 那辆车很高的 三个不同的车 在一年里面 亏了一个 对 差一个就存齐了 那我也想和大家说一下 K-Mi 的 insurance 是很复杂 而且有次序的 大家千万不要乱来 乱来你会无法理解 那当时我做了些什么呢 当时我首先打了给gap insurance 我告诉他 我就被人这样偷的车 现在我就将会打去我的主保险那里 就做那个claim的程序 因为你主要claim 你也是claim main的保险 但是你第一时间 你告诉gap insurance 为什么 你要报定案的 他说你要告诉他 你是哪间是你的主公司 然后你那边做齐手续 你先去找回gap 再claim了如下那一部分 所以你先是报gap 接着就报主insurance 然后你做齐主insurance 可以claim的手续之后 拿到钱 你先再去claim gap 那就是这样的次序 所以是去了gap 再回来主保险 再去gap 那当时gap 就不算难claim 最难claim 就是主保险 主保险 当时我是用AXA的 其中一份是AXA的 我记得了 他是直接给了一份 有十几二十版的 好像市卷那样的东西 我记得那份 一份市卷寄来你那里 就要你填 那很多个人资料 你要写下去 哪个车 还有一个空位 是给你画图 画那个贼人进来的路线图 要指着箭咀 从哪里进来 再在哪里做些什么 再然后怎么样 然后这边添出去 这边又回去 我心想你是不是玩我 即是现在 我觉得是我被人在罚 即是当时 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他拿了我的东西 他在逍遥快活 但是我呢 就在受罚 在受罪 我已经不损失了 我没有赚到任何东西 我浪费了时间 有阴影 我还要在那里答问题 答那份市卷 但是没办法 你要去claim保险 就是这样 那份真是很长进 当然你填完之后 你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需要去等待 他告诉你 他会不会去write off 车 去write off 又赔了多少钱 车都不见了 当然要write off 其实他那些paypal work 是很繁复的 到最后 他是有一个人 一个股价员 他其实需要一天时间 他就估计你的车值多少钱 就是这样 要整天了 要整天了 当时我和松太太 是很害怕兴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V5 是不记得了转去那个地址 还在之前那个地址 因为你知道 你搬屋 有很多东西要做的 很多地址要转的 不是转一两样 你第一次由香港来英国 可能你就知道自己要转些什么 大哥 香港和英国很大分别 但当你在这里住久了 你就很多时候 比如说 这家银行就是这个地址 那个NHS就是那个地址 这个Internet就是那个地址 很乱的 嗯 所以我们当时的V5 是转漏了 嗯 但是呢 因为当时我都认识一些做保险的朋友 我立刻问他 喂 如果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不能批评的 嗯 他就说呢 通常就不会的 不过建议你快点转回它 嗯 幸好那一次呢 我们都有如实跟保险公司说 嗯 他都说OK 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嗯 都有赔道的 嗯 但是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是要去 啊 claim保险任何东西 你之前记记记记记记记住 你所有的地址 你都要转对 嗯 你的车牌最重要 因为你车牌的地址 和你报现所的地址不同 就很糟糕的 那就真的会不能claim的 嗯 因为他 他可以大条道 你说你的车不是排在你 你的居住地 你的home address 那你说你家被人爆 他是不应该那辆车在那里的 当时的 那个都不是你家 那他就有机会不陪给你了 那因为当时我们两架车 即是四份保险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刚才那堆东西是做四次的 是他做完的 因为全部都是他的名字 是很辛苦 对了 因为全部都是我的名字 由于是我的名字 所以我一定要我一个人做完的 他不可以involve在里面 我只是home insurance 他可以帮忙看文件 但是他不能够去 我觉得最过分的那一部分 都不是这样的 他那份东西是要你自己印的 你记不记得 是印出来 印了很久 那份东西 我们是要买很多file 来keep好那堆东西 有时序 那些email也叫做打光声 我觉得是罚我们做project 我觉得好像一个大学的论文 大学是有用的 告诉你 大学的论文project 我觉得是很痛苦的 我经历是 你怎样知道 一定要打给gap 才打给个main insurance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claim过tai insurance 我试过有一次 在你辆车之前 我claim过一次 另外一辆 为什麽 他叫我 我没有打过硬梭 我自己去换了tai 然后去硬梭 claim 他就说你不是用它指定的公司 所以我就知道 以后你无论claim任何东西 由于你一定要用他指定的公司 其实那间是他指定的公司 我用那间 我知道是指定公司 只不过是我用的时候 我没有知会他 他就说我没有跟随他的程序 所以我就当他是上帝一样的 他叫我走左 我是不会走右 总之我一定要听后他的指示做 还有最好就是有电邮记录 去记下你们发生过什麽事 如果你是跟他说电话 那没得我说 或者你录音都没用 因为不是一个程堂正宫 那主要是如果你可以电邮记录的话 就知道他的instruction是什麽 那就会清楚些 当时我会问清楚 我这样这样做是不是ok 最紧要是你说ok 你说不ok我就不这样做了 所以我就知道要跟gap insurance说一声 我再问主公司 说我有gap insurance 那我就问了他 他叫我先报你 那是不是ok 他说ok 那我才继续go ahead 所有东西都要问几次 make sure肯定是这样的次序 你才好行动 那车有车补 另外你的content的话 很多人都会问我 宋仔其实我需不需要买content insurance 可能我家里有两只low 有些金器 鑽石戒指 可以告诉大家 一般英国市面上的content insurance 其实他赔的额度 真的不是很高 说的是一千磅两千磅 这类型的额 但是他保你 它是需要你有receipt的很多都 就是proof of purchase 是的我不是说全部都是 因为你知道坊间有很多不同的insurance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term and condition 你是用哪一间我没有办法可以告诉你 但是以我的经历就是坊间大部分的content insurance 赔的额度第一是比较少 一千几百磅 可能五千磅以内 第二就是你要付箭底费 他一样有箭底费 你付完箭底费 第二年你的home insurance 的loading一样会加 其实跟车的分别不大 他都会加你premium 第三就是你需要有证据 那样东西是属于你的 譬如你去Costco买了电视机 那你要拍张照 Costco的电视机 那张receipt你也要拍张照 所以要适合一些非常organized的人 你每买一样东西 你都要拍下它 记下它 那你拿来商量 那还有你不见了些什么 你又要知道 什么时候不见你就要知道 你要找到一张receipt 找到一张照片 然后再去给他看 那还有他也会 以那样东西的current value 来赔回给你 有时 那你知道譬如iPhone那些 喂 我买就一千磅一部而已 到第二天你拿出去 买就只剩六百磅了 那中间就差价四百了 那有没有能够 gap 我想没有 那所以 未必是真的那么值得去做这件事 你去买content insurance 他未必赔到你希望的value 保护不到 如果我有两只low 给你偷了 你给我两千磅 是完全是 两千磅 就是跟武器的分别真是不大 老实说 还有高呼那么多的程序 就是买不买呢 就是你自己决定 大家要搞清楚 home insurance有两种 一种是building 一种是content building 就是保护你的屋 发生什么事 就是你有那些沉缸 漏水 裂了 烂了 被人炸了 烂了 火烛 諸如此类 那些building content 就是属于你家里面的东西 就譬如我现在拿着个mouse 我的keyboard 这些就是content 是两样分开两种的 那你买不买呢 那就是你自己各下的选择 content 纯粹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自己呢 就没有买到的 是的 那么多年来我都不觉得 我有那种必要 因为我家里是没有这些贵重 我完全不带这些东西 没有呢 没有金器 是零 我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那种必要 你如果偷我的iPhone iPad 那我都没办法 就是这些没办法 因为你买 直接买苹果 insurance Apple Care Apple Care 不是Apple Care 总之他偷一部 你就赔一部给你 那些东西 我不太肯定 大家自己想 总之你太贵重的东西 我劝你还是不要带来英国 好了 那么今天我的分享 又到这里 差不多了 那么希望我和松泰的经历 是可以帮助大家 是有一些心理的准备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 Touchwood 遇到这一类型的事件 就不要慌张 可以冷静去处理和面对的 好了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影片 记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 今天就知道我下次何时出片 现在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